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林昌邦东区的生态其实我非常地喜欢 那么在那里我可以感受到大山的气息 它的这个茶园面积跟这个我们说是森林的面积来讲的话 是有一个一定的比例的 因为它的茶树是完全生长在森林当中 然后它的整个生态链非常好 我们在走进这一块这个山脉的时候 其实我们有步行有近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走到这片大山里面的时候 会让我感觉到有一种 就富氧离子特别高的一种感受 特别清新做手茶之前的话 也品尝过它的这个生茶 它的香气特别的高氧 那么这个是对我来说为什么会选择这块山脉 作为我的这个原料产区 那这款茶呢我们选用的古树原料呢 都是两百年以上的古树 一般就是因为古树茶它不太会去做成手茶 基本上它是从生茶为主 那可能生茶相对来说 一个生茶的这个加工的工艺上面 相对手茶来讲会简单一些 那么手茶呢如果没有一定的这个 好的这个后发酵技术呢 它一般情况下不太会把古树的这个原料 去做为手茶 那我们这款茶制作工艺呢 在窝堆发酵的过程当中 选用了传统工艺 加上一些师傅独有的一些 创新的一些元素在里面 那么我们做出来的这个手茶呢 我们可以品尝到它的时候呢 觉得它不像是当年的 不像是当年新做的这个手谱 因为它没有窝堆的味道 其实我们在品鉴手茶的时候 其实对于手茶带给我们的 回甘的要求可能相对来说 比起生茶来讲呢 就是要求没有那么高 那么但是呢 从台地茶做的手茶 和古树茶做的手茶呢 它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那台地茶来讲 它做的手茶可能 我们喝过就喝过了 没有带下任何的这种回味 但是对于古树茶来讲 它的回甘是可以让我们 口齿有生津的这种感受 相对于当年的新茶来讲 这款茶的茶汤会相对来说 会有优势于其他的手茶 茶汤的透亮度特别高 纯厚度高 香味高 它有几个有这样子三个高的一个特点 我们在品鉴这款手茶的时候呢 我们首先会感受到它茶汤度的这个润滑 那么其实你还可以感受到这个茶汤的厚度 还有可以感受到这款茶汤 你入口以后你会体会到这款茶汤 带来汤水里边的香和品鉴完以后 我们口齿留香的这种感受 我们现在在这个茶的收藏界来说的话 对普尔茶的这个收藏会是相对来说 会有一定的年份的茶 它才会收入囊中 那么但是对于我们这款手茶来讲 其实当作平常那款口凉茶 是再适合不过的 因为它的口感来说 和包括它的这个干净毒来讲 是一款非常值得大家品鉴的一款茶 也是一款非常有特点的一款茶 是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